中橫公路上谷关断 工人抢通道路 山壁上突然大规模崩塌 意外发生的现场是在中橫台八线3.8公里处 两天来好雨 累计雨量超过180毫米 上百吨的巨石夹杂着泥土石块 像步步一样崩落 下方抢通道路的怪手司机拼命往后退 但手臂还是被落石击重 台八线除了上谷关断变道巨石挡道 变道终点以及离山通往大玉林等路段 也都因为落石造成道路中断 中橫禁止人车通行 同样也因为暴雨 南投信义乡台21线通往塔塔加部分道路 成了泥巴路 88公里处的加油站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就积水30多公分 附近30户民宅也因为地势低蛙造成淹水 泥水冲进了屋内 民众叫苦连天 很快啊 它没有几分钟 一下子就这样煮了 到这里 到这里哦 水的高度这样从这样断到这里 整条马路都是啊 这也复了 鱼停了才慢慢消掉 鱼如果不停的话可能归消 连续两日的大雨 中部山区传出落石及淹水的灵星灾情 面对下一波超大豪雨气象预报 居民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就怕接下来的大雨损失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